陳展鵬和劉沛月當紅大家都知道 不過這日他們紅到爆燈 因為他們穿得紅當當地出席活動 和擔任活動主持的六號名 大譚遊澳門的經歷 Jim Pan還說想在澳門挑戰全裸奔枝針 講到澳門 第一時間想起巨輪系列 有粉絲投訴Jim Pan在巨輪而氣氛太少 有傳劇集可能開拍第三集 不知道Jim Pan有沒有可能參演呢 監製都說有可能會拍三 會不會自己私底下都踢了 Linda 你快點回來香港 我們再拍一張 我剛剛才知道你的消息 我想她也會知道 因為現在網絡很厲害 然後最重要是看Amy姐 Amy姐如果覺得拍攝 有角色適合陳展鵬的找我 那就聽Amy姐說 Jim Pan最近在新加坡 星和無線電視大獎2016 湧奪我最愛TVB男主角獎 而對於未來在大馬的頒獎禮 和年尾的萬千聲輝頒獎禮 都有信心再下一城 已經下了第一個視題 會不會對於年尾的頒獎禮 自己的信心就越來越重 其實每一次都很有信心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成績表 而且《城寨英雄》確實 比其他劇集拍得更加辛苦 因為我們用最短的時間 希望有最好的效果 但是也很開心可以遇到 《城寨英雄》這個劇 我們有三站的頒獎禮 希望可以在這三站裡 《城寨英雄》都有好的成績 《城寨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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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寨英雄》